大家好 这两天有花有反应 自己的杜鹼花长新芽出来了 但是长出来的这些叶片瘦小 泛黄 不够肥厚 不够翠绿 大家看一般状态好的杜鹼花 长出来的新叶片是比较肥厚 比较翠绿的 那么我们想要改善这种效果的话 可以给它使用一些这种原液氮肥 这种原液氮肥 它也是属于一种水溶肥 而且我们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给它兑水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给它喷湿叶片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五天给它喷一次 正常来说喷三次左右 就可以改善这种问题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拿来给它 追湿到这个盆的表面 直接用上一小抓 以后给它撒一点到这个盆土的表面 同样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拿来喷叶片的效果会更加的快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杜鹼花 我们就不能给它用这种原液氮肥 因为氮元素多了 这个花很容易凋谢 我们给这种状态的杜鹼花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增根状化型的有机洋液 因为这种有机洋液 可以促进它的根系发达 同时又可以给花苞提供足够的营养 来让它开花更加持久 我们在使用氮肥这段时间 一定要保证图养属于一种微潮的状态 不要给它太干 也不能给它积水 这样的话更有利于它吸收土壤中的营养 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叶片肥厚翠绿 好了 这就是杜鹼花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该怎么解决 我们下期再见